日本媒体5月6日援印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,驻日美军飞机安全事件频发,日本政府原计划今年2月派专业人员前往普天间基地查看情况。 不过,美方认为日本这一举动,属于检查性质,位于配合,位于日本冲绳一野湾式的普天间空军基地。 今年1月,冲绳县连发三起驻日美军军机紧急降落事件。 1月6日,美军一架UHE多用途直升机,紧急降落在一级岛海岸。 1月8日,一架AH-1攻击直升机,紧急降落在独谷村一处废弃物处理场。 1月23日,一架AH-1攻击直升机,在杜明西岛紧急降落。 一系列安全事件发生后,冲绳县之事翁长雄氏,告诉媒体记者,驻日美军坚持疯了,不受控。 坠落在海水中的鱼鹰飞机残骸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。 1月30日说,日本自卫队将派遣人员前往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。 作为日本中央政府,确保美军机安全的举措之一。 按原计划,日本自卫队应派遣在检修方面,有计输经验的人员,2月1日前往普天间基地。 美方一度同意上述安排。 不过,就在2月1日当天,美方突然提出需要更多准备时间,决定推迟日方派遣计划。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说,美军方看到日本媒体的一些报道后,认为日方派遣人员进入普天间基地是一种检查,所以拒绝配合。 按美方说法,军机紧急降落,只是防止事故的一种预防性举措。 美,有道理接受日方检查。 长期以来,驻日美军飞机,频繁在冲绳闯祸,日本防卫省统计数据显示,驻日美军飞机,2017年,共发生25起安全事故,比2016年的11起增加一倍多,与美军高层所谓事故呈减少倾向的说法矛盾。 去年10月,美军一架CH-53E大型运输直升机在空中起火后紧急降落,险些造成地面人员伤亡。 去年12月,美军机发生两起空中坠物事故,分别砸众托尔所屋柄和小学操场,新华社美军直升机弦窗掉落在冲绳一所小学的操场上。